我们会使用这个Arduino ID来去烧录一个程式 那这个ID的操作这些我就很快带过 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有提供一个免安装的Arduino ID的 就是如果你的电脑里面是没有安装过的话 你可以直接就下载这一个然后直接把它解压缩开 里面就有以及帮你安装好Library跟翻译程式都在里面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老手就是Arduino ID 就是Arduino开发的老手 或是比较进阶的开发者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找我们今天的翻译程式在修改之后 然后直接使用就好了 那这个是针对比较初阶的话 我们就提供一个免安装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档 你就把它减压缩开来 然后指示里面的程式 然后开启里面的范例 你就可以step by spec就照着做 比较不会会有发生这个安装Library 或者是选择设定上面的一些问题 比较不会受挫 这个Arduino ID这个介绍 我们就不特别去讲了 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给一般的使用者 可以去开发为控制器程式的 这个就调过了 那是我们第一个 刚刚讲的说第一个是 我们要在PC端使用Tour 去显示我们的心率 显示我的心率 所以我们这边要先去做 去烧录一个程式 就是把我的ESG32 413去烧这个Bypass程式 把这个读取到的 这个应该说把这个显示波雷达 它这个感测器所传递出来的资料 藉由ESG32 413 我把ESG32 413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Bridge 就把它把这个UART换成USB界面 让我在PC端可以读得到 那不然的话像显示波雷达 它是只有UR界面 对我没有 我没有办法直接接到我的电脑 所以我就直接是使用ESG32 413 来去当作我的这个转换器 然后让它直接PASS这个讯效资料过来 好 那我先看一下 好 这边我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的使用的环境 就是我跟他说明一样 因为我刚刚已经先烧了层次在旁 所以这个是刚刚他读到的这个数据资料 然后现在 这个跟大家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心跳有点加速 好 那个是 所以我的接线方式 看接线就好 因为我现在把这个移开了 所以这个数值有点不准 所以看这个接线的方式 我这边是 那我是透过这个扩充板 这个Io的扩充板上面 有一个UART的这个脚 接到这边 那其实就等于是接到 接到我的这个 小ESP3-C3 UART的这两只脚 6跟7这两只脚 所以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连接上面会比较容易一点 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我这边把USB先接上 USB先接上 然后 我再开Arduino的ID 如果你是 我在我的 你安装的这个 ArduinoID里面 里面就把 今天所有会用到的程式 都放进去了 都放进去了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 所谓的serial bypass的 一个程式 就直接用它了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 对应的开发板 这边就是小ESP3-C3 选到正确的这个开发板 这里 然后 这个连接铺 这个序业铺 就选到正确的 在我的电脑这边 是COM7 是COM7 那完成之后 我们这边就去做 资料的 程式码的上传 那上传大概就是会 包备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我们让它执行一下 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这边电脑需要让它跑 然后我现在常是电脑开的程式比较多 我可能被 被一个占用了 因为我刚刚开了 因为我这边开了一个 ID 2.0 然后 我刚刚那边没有关掉 所以他会发现找不到POP OK 所以再上传一次 好 那在上传过程当中 来看一下各位 各位前面有提出的问题 OK 好 从这个 Wilson Wilson他说 24GHz跟60GHz的应用 有什么不同呢 好 应用上面来说 我们知道 简单来说 很快速的回答 就是频率越高 它所可以探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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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度 可以越 越细 它可以探测到 越微小的变化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看不同类型的光米波 假设你今天看到 24GHz 它是两侧心跳的 跟60GHz 去两侧心跳 假设这两种 都可以两侧心跳的话 那一般来说 60GHz的 它的准确度 应该会比较好 应该比较好 因为它可以两侧道的 这个变化 可以更 这个细节会更多 因为可以用来取代 这个相控雷达吗 我相控雷达 我比较不清楚 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可能 要我回去研究之后 才有办法回答 但是说水中探浴的话 没有办法 就是前面刚刚有一个 slide就讲到 毫米波不能够穿透的 第一个就是 有其中一个就是液体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穿透液体 它可以做到所谓的 意面或者是意味的量测 就是跟一些雷达一样 它可以装置在水塔的最上方 然后打一个波下去 知道现在的意面高度是多高 这样子 它可以做到这个 但是它没有办法穿透 所以你这样在水里面去 探测鱼的话 可能就比较没办法了 好 那回过回来到我们电脑视频 我现在已经烧录进去了 烧录进去之后 我们会开启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官方它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就是所谓PC端的一个工具 PC端2 我一样去选择 我把它重开一下 我把它重开一下 我要去选择我的这个Port 然后去把它打开 那这时候在这个Tour上面 它就会及时的去从这个Sensor上面 哈利波雷达它读取到的资料 它就会显示在这上面 然后它有几个不同的Curve 不同的曲线 然后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呼吸 呼吸这个频率 那第二个是心跳 心跳的频率 第三个是我这个移动的这个状态 那左边它有一个扇形的这个图 扇形图 就是我这个哈利波雷达 它的这个量测到物体的一个相对的位置 会在概略 然后概略在哪一个方位 或是哪一个位置 所以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比较属于接近静止的状态 或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是坐在这场前面去做操作 所以它相对比较近 它这个Movement的这个数值就比较低 那这个数值比较低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心跳或者是这个呼吸的频率 但是如果说像我这样晃动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BodyMovement的这个数值就跳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它所得到的这个心跳 或者是呼吸的数值 它的参考价值就会慢慢的越来越低 所以这个图形化的这个工具 可以让我们快速去知道说 这个Hombo雷达 这个这个Hombo雷达 它是否是可以抓取到这个我们要的这个数值 然后是感测到我们要的这个物理的这个量 那如果说恢复接近的话 它可能会这个数值会慢慢的再去稳定的这个状态 OK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以上看起来我们就可以评估说 这个Hombo雷达看似是OK的 准确度还算是OK的 在呼吸或者心跳 那甚至我也会 如果说各位允许或是手边有的话 你可以拿类似像这种指甲式的这个心跳血氧剂 来去做一个比对 那我们自己是比对过 发现它的准确度确实是很高的 好 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实验就到这边就OK 我们可以做一个初误的判定说 这个Hombo雷达它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它所量测出来的数值是否是合理的 我们跟其他的设备来比较起来的话 它的差异是否会太大 或者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好 那回到我们的slide 回到我们的简报上面 好 那这个中间的过程我们就略过了 那给后面需要自己操作的话 因为我们会后 课程结束之后我会提供简报 那如果你需要自己操作的话 可以在看这个简报上面的内容去复习一下 去复习一下 所以这个是他PC端上面所提供的这个量测数据的图形化显示 可以显示到它的呼吸频率 心跳频率跟它的移动讯号 那借此来去评估目前的这个状态 OK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补充 就是在安装上面它有几个建议的方式 那一般来说就是在躺平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在对着床去做量测的话 你可以装在这个顶部 或者说在侧边用一个角度的方式 去对人躺着的位置的胸腔去做量测 因为我刚刚我现在是坐在桌子上面 那我的这个雷达是摆设在桌上 所以它就在差不多就是我的胸腔前面 大概就是四五十公分的距离 所以就是符合在它的规范之内 但是如果要如果要实际你想要摆设到 你要的位置的话 它有一些安装上面的指引 就是在这边 就是你在顶部安装或在前面安装 要对到的还是人的这个胸腔的位置 那或者是说一种方式是 它可以在透过水平的方式去做安装 可以在譬如说在椅子的后面去做量测 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些材质上面的限制 就是它不能够是木头椅 不能够是这个金属椅 否则它就会影响这个Honempo雷达的这种讯号 OK 好 这个是这个官方在安装的这个位置上面提供的一些指引 好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实验就是我们去做一个心率的量测装置 应该说我们接下来通常的第二步 或是想要把把这个透过这个host 这个MCU通过我们的这个埋控去抓取 抓取这个Honempo雷达的讯号 然后来显示出来 但一般的情况之下在现阶段 基本上大部分的厂商或是办理程式都会提供Arduino的Library 都会提供Arduino Library 所以我们很习惯性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用Arduino Library 来去做一下测试 看这Arduino Library是否跟读出来的数值 会跟我们刚刚在PC端工具上面所读出来的数值 会是一样的这个状态 那我这边一样去切换到这个Arduino IDE这里 那我再一样在我这个整个压缩档里面就有含这个翻译词 这个是叫做小ESP3S113MR60BH1 这个是Honempo雷达的名称 这个模组的名称 那在这边基本上就是完全是官方的Library 完全是官方Library 只有改一个地方 好 因为它 我先来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在 在这个官方Library 就是Seed 它有提供一些翻译词 在这边的列表 这个翻译词有包含像是说 它会可以print raw data 或者说它可以去丢什么样的讯号 或者是感测人体的资讯等等 那我这边是使用它这个Press跟Hardbit 这两个的这个输出来去做调整的 所以这个翻译词基本上是官方的翻译词 那只不过我这边有做唯一有做过修改的地方 就是我在这边有做个修改 就只是去调整 Cerial Pro的这个位置 银角的定义而已 这个序列铺的银角定义而已 把它改到20,21角位 然后就符合我这边使用的 ESP-132-113这个埋空 使用它的20角跟21角 就是跟我刚刚前面说明 我们连接Hardbit Radar的这两支架 那我这边有试过 如果是用小ESP-32-S3的话 它也是適用的 也是OK 只不过说在银角的定义上面 会有些不一样 那我今天使用的就是小ESP-32-113这个 所以只是增加这一行而已 OK 然后我就把这个程式我们一样 要把这边先关掉 然后把这个close 以免这个comport冲突 然后这边进行烧录 那一样大概会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等待它的烧录 那我们一样看一下各位前面的问题 好 Josh 说玻璃会干扰吗 好 Tomin Core的话不会 好 它是可以 可以两侧到玻璃的 可以抓到玻璃的位置 然后 然后 稍晚了 我待会再继续回答各位的问题 OK 好 那这边 程式超进行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序列库的视窗 来去看一下 没有弹出来 有弹出来 好 好 这个是Audio ID的小小的bug 它显示的视窗在刚好是在我的螢幕画面之外 所以我显示不到 好 我用 暂时我先用另外一个 来显示 好了 OK 好 假设我这边 好 我用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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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显示的这个数值会是像这样子 好 这个是直接套 Pine Core Data 它官方所提供的一个Arduino的翻译程式 然后它的Library跟翻译程式 好 这看到它会丢很多不一样的road data road data road data出来 但是 稍微把它填一下 好 但是你会看到 好 它也会有一个 极得重要的这个数字 像是这个 Breath Threat 就是它这个呼吸频率 有抓到是13 或者说它的心率 是96 这个应该比较不准 然后刚刚 我在比较移动的这个状态 所以 有人就会比对说 确实它这个数值 是否是跟刚刚在PC端的Tool 是有一致的 或者是 基本上是很接近的 因为我们就只是把它 吐给PC端Tool的 PC端软体的这个数值 然后把它从这个Arduino ID 这边把Prick出来而已 所以 所以记得上我们看到的数值 会是 要是一样的 或是说 极为相似 极为接近的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心跳在70 72 这个呼吸率 在 差不多是一个 合理的这个数值 好 那当然它还有其他一些数值 就是说它的 包含它会列出 web form 或者说其他的 也许距离 如果把程式加进去 也可以 然后显示到到 它的这个movement 就是它这个移动 的这个状态 也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好 那所以通常我们第二阶段 就会到做到这边 就是 我们使用 微控制器的library 可以去读取 读取这个感测器的资料 看它那个读取出来的 这个数值的结果 是否跟它的PC端 这个工具是一样的 说不定 如果说读取出来不一样 说不定是它的PC端 里面 已经有加一些演算法了 演算出来的结果 会特别的漂亮 或特别的准确 那我们直接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 它的演算法 我们从这边读出来 差个10万8千里 这样子也不行 好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使用这个 Aduro library 去跑过 去测试过 知道说读出来的数值 如PC端 图我一样 可以非常顺利的量测到 而且是足够准确的 好 那所以回到我们的slide 就是我们在第二个阶段 好 第二个实验 就是我们把它单纯的 通过微通知器 通过官方的这个范例程式 来去做呈现 好 那第三个实验 就是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测试过雷达 是 它 量测的这个数据 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来去做应用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要把它做应用 所以呢 我这边会做的事情 是说 把它的感测器 去做OLED的显示 那同时会把这个资料 丢到NQTT的broker上面 所以基本上 在跟 华尔波雷达 之间的这个通讯 基本上是 就是用它官方的library 只是额外再多一些 应用把它串上 资讯的显示 以及串上这个NQTT的broker 那后面就有很多各种的应用 或者是 这个 落地 可以有机会去把它实现 好 那所以我们这边会 使用的翻译程式 是这个叫做 小ESP32-C3-MMWAV的程式 那我们一样在 Tune ID 这边 直接去 开启 这个程式 好 那在程式这边 我这边有两个档案 那其实主要就是 把原本 读取 航运波雷达的这些资料 再整合了 这个SD卡的写入 OLED的显示 然后跟Wi-Fi的连线 所以这边有一个 另外一个档案叫做 Config-Lensh 这边有一个设定的 这边会设定说 我们现在要连到哪一个Wi-Fi 还有一个SSID 或者脸上 它的这个Passport是多少 跟哪一个NKKD的Broker 它是否要这个UserName跟Key 然后它的一些上传的这个Interval OK 那这边我就把它写在在Config上面 那各位可以依据您的环境去填写 填写这一个Wi-Fi的连线名称或者是密码 好这边总握来修改一下 OK好 那改完之后呢 我们就一样可以去把这个程式上传 然后我把前面的序库占用给关掉 然后把前面的序库占用给关掉 然后之前可以把它上传程式 好 那一样在烧录的过程当中 来去看各位前面提出的问题 好 有一个是 不知道这名字怎么念 Cell Cell 不知道怎么念 好 这个模组距离医疗器材有多远 需要哪些步骤才成为一个医疗器材 这个其实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回答你 然后这个就有点离开我的专业 然后离开我的专业 然后离开我的专业 就是现在以 Huanbo Lada 使用的这种情况 它大概就是作为一个参考用 作为一个参考用 但是它没有办法来断定说 作为一个诊断 或者是作为一个 医师评估的依据 简单来说是这样 但是对于 个人的应用 或者场地里面的应用 我想是 没有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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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说 你要去做 Huanbo Lada 心率的量测 那应该是 但是应该是 可以作为 所得到的数值 是可以作为参考使用 作为参考使用 但是如果说 要拿来去做什么样的依据的话 但是 我想会问这个问题 可能会是考虑到说 后续你可能会想要贩售 这样的一个装置 或是设备的话 可能会 会不会被盯上说 这个在宣称可以量测 心跳的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被盯上 你需要去过这个益彩的认证 那目前的话 我可能还 不是很清楚 这方面 可以依循的路径是怎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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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这个用字浅词上面 产品说明上面 在没有医材通过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要比较谨慎一点 就要比较谨慎一点 那有没有办法通过医材 我也不确定 可是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或者说它这样的技术 有没有办法被认定是一个医疗器材 这个其实我是没有听过有实际的 这个案例是有通过的 但是如果有进一步的讯息的话 可以再跟各位做个分享 好的 OK 那我这边已经烧录完了 烧录完了 然后 来看一下 OK 因为我这边 我这边是个角度 就是对我 它不是针对我的这个正前方 好 好 这里可以看到 好 在移动的状态之下 它的这个数值可能就会比较偏高一点 好 那现在如果在静止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数值就会比较接近于比较稳定 或者比较正常的这个情况 好 那现在是上面可以直接显示到量测道的心跳 还有它的这个呼吸频率 好 然后 旁边有几个这个 这个 icon 是做 作为这个提示讯息使用 就是我在做实验的时候 会把这个 一些功能加上去 来方便去提清目前 装置上面的一个状态 OK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显示 那回到slide一下 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那通常呢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第一个 我们OLED的话 是可以很便宜去观察 它所显示的这个数值 但是通常我又没有办法 拍到一个很完美的画面 因为我如果拍到一个 用那个手机要去拍照的时候 我就会遮蔽这个毫米波 所以一遮蔽这个毫米波的时候 然后它的数值过一下 马上就跑掉了 然后就测不准 所以每次你去看我的照片 都是有拍 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角度 OK 就可以用一些实际的这个 像是这个 PPG的这些 心跳量测的装置 去做一些比对 然后 然后 这边我先来说明这个OLED 我这边设计上面 在OLED上面这个显示 然后有几个地方 就是 第一个是在心率跟 这个呼吸频率上面的一个显示 就是 会如同刚刚所看到 就显示在OLED上面 那右边有留三个 Icon 这是三个Icon 就是 我可以方便知道说 现在有没有WiFi在连线 好 那我有没有插SD卡 如果插SD卡的话 就会把它写到这个SD卡里面 把它数据做一个Log 然后右下有一个更新的Icon 就是当有接收到 这个HindportLadar的这个数值丢过来的话 我就会去点一下这个Icon 好 然后就点一下这个Icon 好 所以呢 可以看到的 就会是像这样的这个状况 这样一个状态 好 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会不确定说 HindportLadar这个Sensor 它传递过来这个资料的状态 所以我会就是特地用Icon 来去多个显示 如果接收到资料的话 就让它显示这个图示 那比较容易去知道它的状态 好 那除此之外 我这边 因为我这边有连线到这个WiFi 好 这WiFi连线之后 会把资料 传到这个MQTT的Broker上面 好 那所以我看一下 在程式的部分呢 我看一下程式的部分 就是 在程式的这边 我这边有一个Topic的定义 就是 会去传送到 把这个心跳的频率 传送到哪一个Topic 然后这个呼吸的频率 可以传送到哪一个Topic 那我使用的这个Broker 的这个UIL 这个名称 它的Server的位置 是什么 这边预设 这边是填入这个 EMQX 它的这个 Public Broker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透过这个MQTT Broker 的测试工具 我们就可以来去测试一下 好 那这个是一个 其他也是一个线上的Tool 线上的测试Tool 那它是一个工具 它叫MQTTX 它是一个多跨平台的MQTT 可爱端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在Windows 或是Mac 或是Linux 去安装这个工具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Web上面 直接去操作 好 那我们就直接点Web去操作 这是我稍早去设置的 稍早去设置的 那所以我可以来看到说 我先开个新的 如果第一次进来 你会看到空的 你就选择会增加一个新的Connection 新的连线 那这个名称呢 就是 假设就叫做mmwave 好 然后这边会 D4会带入一样的这个host 就是我们刚刚使用的这个broker.mqs 然后 然后username跟password是 流空 是不大需要 好 那只要填入之后 就可以点右上角的connect 去做连线 好 好 那连线之后 我们再去把那个subscription 就是要订阅的MQTT 的topic 可以填上 好 那我们这边的topic 就是 这个大家可以在 稍入程式的时候 之后可以自己去修改 好 这边是前路叫sxpy 后面是hard rate 跟bright rate 所以我前面就 就填sxpy 后面用slash 这个shape 这个景字号 然后 去订阅 好 那他在一段的周期之后 他就会把这个心跳跟这个呼吸的频率呢 应该就会丢上来这个broker上面 OK 好 所以你会看到 这边是57 跟8 57跟8 好 所以应该是 就是比较一致的 好 所以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好 所以在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的数值 会跳走 就是 你可能是 这个受车的目标在比较 有剧烈移动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就抓不到 抓不到这个数值 好 所以他就会跳走 好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他应该就是会像这样 就比较稳定的去做资料呈现 好 那这样资料就可以传送到 不管是OLED的显示 或者是MQTT 博客上面的资料 的这个 这个监测 好 那我们日后就可以 再去做进一步的应用 不管是 你要对应到APP 对应到手机的 这个资料的这个监测 应该都是 可以去比较弹性的去应用 好 好 好 那我们回到我的slide 抱歉 稍等我一分 好 那我们在实验的部分 就到这边 基本上我们三个实验 带大家 go through 了一遍 那大家如果说 后面如果实际操作 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再互相的交流 好 好 然后我们这次的这个slide 就放在网络上 好 所以你如果有需要今天的这个简报 好 投影片的话 你可以透过这个档王子 来去取得今天的简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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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